当大多数华人民众都在力挺华裔警员梁彼得时 一个来自华社的华裔组织亚裔反暴力联盟 却于今天在世行总局门前举办集会 要求还受害者克里一个公道 距离上周末纽约华人在市府门前声援梁彼得仅仅一周的时间 亚裔反暴力联盟就再次举行集会要求严惩梁彼得 对此联盟主席邓丽君反复强调 他们想要争取的是整个警察系统的公正执法 并非针对梁锦园一人 梁彼得案受害者克里的姑姑也出现在了集会现场 今天的集会聚集了来自纽约各区的反警察暴力组织 会后所有前来参与的民众 在白丝带上写下了对科里的寄语 并绑在花束上表示对他的哀悼 就在一周前超过3000华裔民众在市府门前集会游行 这是华裔警员梁彼得 梁彼得在去年11月在纽约东区的遗壮政府楼巡逻时 意外开箱打死了一名非裔男子 被控包括二级过失杀人在内的多项重罪指控 这是两年多来 纽约市首次有警察因与当班时发生的一次 致人死亡事件有牵连而受到指控 而事件发生时刚好是在密苏里州 弗格森非裔迈克尔布朗被警察枪击身亡 以及另外一名非裔埃里克加尔纳 在史丹顿岛的冲突中被警员掐住脖子后死亡 两名警员都未被起诉 引起不满 不少人认为梁彼得因此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 美国中文电视 王一报道